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暑假的生活品质嘛 考得好了 那就皆大欢喜 考得差了 那估计现象还生啊 当然啦 身处毕业班的小伙伴们更惨 初考 中考 高考 门门叠写 次次拼命 考场如战场嘛 希望大家能取得好成绩 不过真的考得不那么如意 也别难过 失败是成功他老母嘛 当然 六月的代名词不仅仅是考试 因为男人们的盛宴要来了 巴西世界杯 最近关于球的事儿也特别多 比如前些日子一个重磅新闻 电商教父马云 马的脑袋 以12亿元入股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 很多人表示震惊啊 马总连足球也玩了 看不懂啊 当年本山大叔玩足球 那是鲨鱼而归 直言足球太肮脏 让他伤心 那马总是想干啥呢 事情不能看表面 要深入 要关联嘛 大家要注意 马总在之前还投了优酷式而已 所以明明是给叔叔打广告的嘛 开个玩笑 足球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特别是中国男足 这些年中国男足和中国股市 一起为搞笑畜潮事业 贡献出了伟大的力量 真的 必须用伟大两个字 才能和他们的贡献所匹配 最新的数据 中国男足现在排名 第12位 厉害吧 亚洲第12位 世界排名是第103位 都快赶上两三好汉了各位 记得当年最流行的一副对联 试问中国男足有多丑 恰是一群派剑上青楼 那就是 时至今日 段子是层出不穷 男足却始终努力 一直保持着优良传统 所以我一直说 中国男足是钻石级的足球队 钻石很久远 球臭又流传 而我也十分专一 以前是我们中国足球的球迷 现在是我们中国足球宝贝的球迷 因为中国足球宝贝的球 比中国足球好看嘛 而经过我多年的研究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为什么中国女足只得到亚军呢 因为守门员应该换一个男的 那为什么中国男足现在踢都踢不出亚洲呢 因为11个队员都该换成女带 作为中国足球宝贝的资深球迷 我觉得他们上场的时候到了 当然如果足球鞋不允许 我也为男足制定了一套方案 我依稀既得 凡是只要占平就能出现的比赛 近些年男足基本就是输 而且战术经常是十个球员 输在自己的半场都不出事的铁筒阵 那为什么会没有用呢 因为不彻底 你该让球员们都去趟少龙寺 练个金钟罩铁步三 然后摆出零五六的阵势 没听过吧 是这样的 俗称迪罗汉 绝对是用血肉筑齐的长城 狼牙三无壮实的气魄 我们就是家后版的黄金杜雷斯 没戏来了一样没戏 C罗来了一样回去 安全保供 载运无忧 当然 每次当中国队输球被吐槽的时候 总有一些水军会出来 骂球迷的 说中国足球的球迷真烂 怎么能这么骂自己的组队呢 说我们根本就不爱中国足球 真是天地良心啊 今天如果一千人骂中国男主 明天只要中国队一比零日本赢了 这一千人中绝对会有一千两百人 为中国男主振臂换物 中国球迷就是这么可爱的嘛 记得2002年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时候 那时候我读小学 我回家的路上啊 有一排小店卖零食玩具 其中呢 还有一个题材销售店 挤满了人 会玩题材的人都知道 那是要预测的 然后如何如何去买 而当时的人 基本就是去买中国队赢的 我记得有个老爷子的声音 很响亮 在那儿喊 买嘛 肯定要买中国队赢的呀 那种不可自否的语气 想想真是买心酸的 因为后来中国队吞了个鸭蛋就回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当时的中国球迷 真的热血沸腾过 反观今天 可能中国球迷 只能在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身上 找到一丝慰藉和热血 所以我真心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再为中国男族热血一次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不要说我们并不犯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要是最后的逗争 换天下到明年 一颗大小兰 就一样世界 也不靠谁先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的世界 不为了不为了通过 是要思想通过拉托 快把他轮延的红红尘的红尘 红尘热红尘的天才能成功 是要思想通过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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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